这可是一个大事件 缅甸民族联邦政府 NUG正式挂牌了 在11月18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开业的办公室 是NUG在美国的第一家办公室 它位于第15条街 距白宫仅几步之遥 逐渐看到国际社会 对NUG政府的重视程度 开业的时间点是18号 正好是美国的副总统 19日出访泰国参加APEC会议期间 时间点很重要 也很敏感 很特殊 美国也公开表示支持NUG政府 之前的有7个国家的办事处 开业了 英国 澳大利亚 法国 捷克 韩国 日本 挪威 现在美国的已经开业了 极大的增强改善了NUG 在国际的影响力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因为缅甸人民自己的努力啊 从2月1日2021年政变之后 缅甸人民上街游行开始反抗 到后面的武装革命暴力反抗 而且取得了现在巨大的成绩 让缅甸人民自己看到了取得胜利靠自己也是可以解决的 同时坚定了国际社会相信缅甸人民的民主自由 这个追求是可以实现的 不会出现第二个阿富汗那种啊 一败涂地和像服务起来的刘阿斗一样 之前缅甸女神素妈妈跟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没有那么近 她自己很多的判断也是失误了 尤其在罗欣亚事件还有其他的事情上 所以美国对她其实没有那么相信或者走得更近 这次缅甸人民靠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美国的明确表态 这就是为什么NUD政府在18号能在华盛顿设立外交部 17号为什么军人赦免了6000多人啊 其实就35个政治犯 为什么军人要这么做 因为他也知道18号这个事情 也知道美国副总统19号参加APEC会议 会明确的表态支持NUD政府 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所以他们才做了这个事情 同时美国政府和西方世界加大对军人的企业及个人的制裁 尤其是经济制裁 已经给军人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伤害 飞哥收到内部的可靠消息啊 仰光的将军们的子女在美国的纷纷回来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没法在西方社会立足了 都纷纷的回国 我们也看到民盟的武器PDF的还是比较落后 那这个几个事情的连锁反应就是 可能以美国为首或西方社会 逐渐的会加大武器的 应该不是逐渐了 应该是迅速的会加大对NUDPTF武器的支持 迅速的扭转现在的账况 加快缅甸的民主自由的解放的时间 让老百姓少遭些罪 这个可能是一个大概率要发生的事情 19日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与泰国总理巴育在漫谷会面 谈到了缅甸日益严重的危机 还强调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对缅甸人民的努力 将缅甸转型为民主国家 及遵守国际标准的重要性 此外 他还强调谴责缅军政权的非人道暴行 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并明确表示 美国政府与缅甸人民站在一起 实际上他也是对巴育的一个警告 表面是一个非常礼节的重视他 实际上也是一个警告 因为他也是泰国的军方 他本人和泰国军方也是左右摇摆 尤其泰缅边境 美索地区 这个也是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质的输出的地方 如果泰国政府左右摇摆 就给NUG给PDF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美国副总统这次表态是非常重要的 也能感受到泰国政府最近的政策的转向 所以都是有利于NUG 有利于缅甸人民的事逐渐的发生了 也能感受到了军方的巨大的压力 最近几天要养光老百姓的上万人搬迁 还有在马规 还有石该 发生了很多烧杀掠夺的事情 都能感受到了他们的绝望 又传出来缅甸仰光的阴森监狱 已有三十多名监狱管理人员 寻找理由外出不归 也许是他们良心发现 也许是他们感觉不能在围虎作伤 也许是发现了秘密 公开的秘密就是缅甸军政府要完了 时间要来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